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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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紙园 放飞了思念 昨日期许的永远 穿越烟火飞旋 同往的好月 绚立了你我初见 清晨到黄昏 拱手的誓言 一次次微笑情愿 当时光的图间 珍藏了感言 勝負着梦的碎片 这个世界总会有 为你而击伴的我 陪伴中的深情 就在没有了尽头 时空的樱花 又浅气的温柔 让回忆自如漂流 这个世界总会有 为你而击伴的我 心像动声跳出 另一颗心的闪烁 感动还是惊叹 散落在身后 爱就是最美时刻 感动还是惊叹 散落在身后 爱就是最美时刻 离许已被开封府收押 离许已被开封府收押 不能让那包黑子 从他身上找到任何东西 还有 那玉猫展昭 武功智商数一数二 不好对付 你一定要小心 明白 属下知道该怎么做 好 刚刚姐抛的是个木匠 不暗的人说是自杀 抛开肚子一看 看看清静 肯定另有引擎 对了 刚刚路过的是 张龙照虎的房间 那边两天大的 是公孙大人和包大人的房间 那个是展昭展大人的房间 我带你到后面看看 好 这是后面的院子了 听说以前啊 是地主留下的 后来被开封府征用了 他们那帮操老爷们 哪有这闲情意志 来逛园子呀 所以啊 空了很多年了 没人来 就这儿 这边以前啊 是放心没人用的卷宗 和书籍什么的 房间还是挺大的 却是公孙先生说 这边风水不好 一直没人来住 怎么 你还怕这个 行了 一会儿我呢 给你找把扫帐 拿点床单 备照 桌布率直什么的 你自己好好石头石头 嗯 我也给他们做饭呢 就帮不了你了啊 嗯 谢谢马大嫂 叫我秦薇薇 收拾好了去前上吃饭 嗯 嗯 哎 哎 哎 忙了半天有点饿了 昨天卷总整理好了吗 整理好了 问题吧 来 咱们什么时候来吧 再给你加点鸡蛋啊 谢谢 谢谢 嫂子 嫂子 你这罐头包的手艺啊 现在越来越好了 开封府一军 吃开封府一军就行啊 来 你们要添点火钱 晚上给你们做猪肉荷包 好 莫不快 来了 房间收拾怎么样啊 收拾好了 来 你看看吃点什么 甜的 咸的 甜的 来 你看这边吃点什么 这个吧 这个就行 白宝镇这个案子 还是有离奇的地方 大家再去一趟案发现场 真致臭啊 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好 我们要保护好现场 通知官义 不得任何人接近白宝镇的条件 好 好 我们吃完就过去 应该猜到白宝镇厂 好好调查一下 是 是吧 这三千真的是不说明了 是 就是 当捕快就要有捕快的样子 坐过来吃 白宝镇的案子 我们刚开始查 我们刚开始查 白宝镇的案子 刑部就要接手 此事一定有蹊跷 此事一定有蹊跷 案发现场那边有我们的人看着 刑部的人想要进去 暂时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事 肯定是有人陷害咱们 我一会儿去一趟案发现场 观音那边 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没问题 姑娘 作为前辈 我嘱咐你几句 宫门不比江湖 有规矩的 例如你何时来 何时走 都是定下来的 如果你要迟到的话 还是要扣想钱的 那现场肯定有你们 没有查到的线索 展大人 一会儿带我走一趟呗 你今天的工作是备好牙龟 查案的事 我会安排人手 你的意思是说 备了牙龟就可以查案了是吧 拿来 这牙龟很繁琐的 你要认真看 不然背不下来 不就是些凡文乳节吗 简呢 你既已入宫门 离当约己遇人 造福百姓 这牙龟 是我们的修身之本 你备会了之后 才能寻节 寻节 你站住 你刚刚说什么 我来这儿是为我五哥查案的 寻什么节 我去寻节五哥怎么办 刚刚给你的牙龟上 写得清清楚楚 新的捕快 必须要寻够三个月的节 才能查案 三个月 这也太长了吧 我不寻 为达目的 不受章法约束 心中的恶随时会彰显出来 这就是开封府 和你最大的差别 若是经受不住 随时离开 哎 夫人 又给你买了一个胭脂 这个好 一两银子 看看 怎么样 洗不洗啊 闻着味怪怪的 应该值不了一两银子 你 红薯 跟我说 我又闻着怪怪的 我真花了一两银子 一两 你呀 又然给骗了 不是 妹妹 叫什么笑 吃饭 这个臭猫 想把我困在这开封府里 想得美 又是让我扫地 又是让我抄牙龟的 我可就不信这么大个开封府 有没有几个门呢 果然不出本姑娘所料啊 你什么时候扫不行 偏偏赶着本姑娘要出去的时候扫 能不能快一点啊 要不要我帮你啊 妈 Mann 我 也不想找我 DF 之前 那咩 以许现在的郑妍 还定不了她的罪 大家还是得加分力 再问一问 南街里面巡街的时候 还发现了新的案子 我去看一眼 嗯 展大人好 你在干什么 我刚刚在扫地 有点累了 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休息完了继续扫 站住 好啊 展大人 你这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你这平常铁面无私的样子 那些要求 都是用来要求别人的吧 自己弯虎职守 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呢 你脚上有泥土 身上有淡淡的香 应该是去了很远的地方 给死去的人上香吧 牙龟背下来了吗 早背下来了 一字不漏 好 第十条第五点是什么 五日一次休目 若子时丑时寻间 次日可次一时趁休整 昨日子时我当值 你胡说 你脚上的泥土是潮湿的 昨日只有成熙下了雨 从这儿到成熙 一个时辰根本不够 我轻功好 你说你刚才一直在打扫院子 是啊 一直扫 这是什么 这是花瓣 怎么了 这些花瓣落了又扫 扫了又落的 你还不是等着三五天 等花瓣全落了 我一口气都给扫了 再说 你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扫这个花瓣 还不如让我去查案呢 你连打扫庭院都没有耐心 你还想查案 罚你抄写牙归十遍 抄不完不许吃饭 我不抄 你抄不抄 不抄 好 我监督着你抄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有没有人看到啊 御前世卫展昭烂如死刑 十遍 抄吧 快点抄 快点抄 我告诉你 抄不完哪儿也不许去 也不许吃饭 这只臭猫顽固不化 我先顺他饮 再做打算 这傻猫虽然有时候挺讨厌的 不过为人倒还算光明磊落 不过为人倒还算光明磊落 倒还算光明磊落 好 提醒一下 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吃饭了 要是抄不完 今天晚上就要饿肚子了 把你的口水擦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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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监 对 我这次前来是奉圣上的旨意 将李许交由刑部勘扬 奇怪 开封府未接到任何通报 况且李许牵连百宝镇贪污案 本应扣留本府继续盘查 此时转监 恐有不妥 包大人 您的明察秋毫 在朝堂上下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下也钦佩不已 但您被授予的 是贪污一案 并非是谁人杀害了朝廷大员 二者不可同意 况且 如今李许已将罪名全部招供 如何判决 那是刑部的事 吴大人的意思是 我开封府月权办案了 吴某并无辞意 若有冒犯之处 还等吴某将李许交由刑部 再来亲自登门道歉 开封府已经介入到 白宝镇被杀一案 展护卫也会在今日 再去查看现场和尸体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等到水落石出 本府确认李许再无隐瞒 便派人亲自送到刑部 吴大人 意下如何 吴大人放心 展某定当尽心竭力 人人都知道开封府的断案能力 但如今现在这个案子 已经不单单是贪慕案那么简单 再加上 白宝镇是朝廷三品大员 交由刑部调查 合情合理 还请包大人 不要让属下难做 是啊包大人 这千万不能让吴大人为难啊 他也是奉命办事的 这里没你的事 出去 我来这扫地的 既然是皇上下的旨 我们就要按规矩办事 是吧吴大人 我说这里没你的事 出去 等等 这位扫地的 开封府的捕快 这位扫地的开封府捕快 说得非常对 吴大人你放心 我这个人啊 向来帮理不帮亲 你又想干什么 哪是我想干什么呀 这皇上都下旨了 我们开封府要抗旨不成 吴大人 你赶紧把圣旨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你 这个 圣旨还需再等几日 圣旨没到啊 那你还是等圣旨到了 再到我们开封府来商量吧 你这样的话我也帮不了你啊 你先抬抬脚 早说呀 是啊 吴大人 现在我们只接到了皇上的口谕 而并没有接到圣旨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差错 那我想刑部和开封府 都担罪不起呀 吴大人和展昭是旧友 不如再开封府小住 等接到圣旨 再带走离许也不迟 包大人 在下还有公务在身 实在 吴大人 客房已备好 请 这个莫姑娘 有点意思 是 啊 stairs 啊 朕大人 是您哪 我想再进去看看 诶诶诶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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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大人 我还有妻儿老小要养 你们官府行行好 不要总给小店找麻烦了 可不可以啊 抱歉 我也是按规矩查案 规矩 朕大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吴子楚大人 今儿已经带来了 圣上的口谕来了 这事啊 不归你们开封府 我管了 展大人 是不是发现 官府身份没那么好用啊 哎呀 我早就说过了 你们那些规矩不合理 你还不信 这有的时候啊 按规矩办事根本行不妥 又是谁啊这是 没完啦 你这姑娘有完没完啊 你这是鼠袖吧 我听说鼠袖很贵的 裤子这么久偏偏做个裤脚 而且你这身上有好浓的檀香味 你们官业的生活这么精致吗 我念旧 那又怎么样啊 况且我天天在厨房干活 浑身沾满了油烟 我用独门秘制 檀香除臭 这你们开封府也要管吗 那我是管不着 不过 怎么街头那布房的老板娘也浑身都是这檀香味啊 您也许是众人为乐得的赠礼 我作为捕快应该回禀报大人 广帖告示 让整个开封府的人都知道您的热心肠 尤其是您的妻儿老小 这 我说你这姑娘你 那好啊 进来吧 老人家 您莫怪这位姑娘 展大人 不用说了 你们开封府果然人才济济 走吧 想看哪儿 我带你们去 怎么样 厉害吧 老人家 您这院子多久交一次啊 四五天交一次 要赶上下雨啊 就不用交了 二位大人先慢慢看 我去给你们泡点茶 多谢 好 心压坏的 这应该是我五哥翻墙压的 如果真如你所说 有第三个人进入现场 那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 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嗯 这次过来除了找第三个人的踪迹 也是为了证明凶手的存在 切不可马虎 是 这是薄荷茶 薄荷茶有助于开胃 估计这个百宝镇常年都有胃病吧 没想到你还懂药理 之前在山上 大哥教我怎么要兔子 略懂皮毛吧 东西收拾得很仓促 你没带几件衣服 应该来京首个人事件 包大人受命 调查江南探墨案 百宝镇牵连其中 他是为包大人私自调入京城的 这个墨应该是每次有人入住 就会换新的 这么快就用完了 那说明 说明他跟某些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很奇怪 之前我们在现场 没有搜到任何的汇信 应该还有别的线索 再找找看 这一根针 展大人 你快来 你看 完全吻合 这根针就是当时刺杀舞的那根 是吗 清炮人 我还想找你 你快来 你快来 人心里 是 你不想找? 你快来 你快来 我快来 你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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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来 这白宝镇和青袍人 应该是认识的 这凶手是怎么确定 是李许偷走的账本 就是他 公书侠 这个机关错综复杂 你看 这上面有两个锁孔 需要有两把钥匙同时打开才行 这上面只有一把 这样的话 全江湖只有一个人能打开的 就是我五哥 汉云首李许 所以是李许 事先潜入到白宝镇的房间 打开了这个公书侠 拿走了账本 等青袍人到的时候 发现账本已经被拿走了 所以锁定的目标只有李许 他就杀了白宝镇 栽赃给李许 借官府之手 把李许揪出来 聪明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展大人 你有没有闻到这个房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就是那种女儿家香囊的味道 姑娘家的东西 我不少清楚 一定是 二位大人请喝茶 不必了 你也不用客气 我有个事问你 案发当日 谁来找过白宝镇 我不知道啊 这整个官业就你一个人职守 你不知道 谁知道 是是 正是因为我一人职守 打扫庭院 官艺采买 一日三餐 都是我一人忙里忙完 就算真的来了访客 我也是无瑕顾及不是 你到底说不说 我 我什么都没看见你让我说什么呀 我跟你好好说话没用是吧 行 那我就判你个包庇罪 我现在就斩了你 莫不快 别冲动 我怎么能不冲动 这个人害我五哥入狱 现在又什么都不说 行 我就杀了他 莫不快 放手 莫不快 放手 莫不快 这案大人明鉴哪 我确实受了白老爷无聊文艺 对来访客 我是守口如瓶 但案发当日 我的确是忙得很晚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二位大人饶命啊 饶命啊 这次配合不错嘛 刚才那老官义被我们一顿吓唬 什么都说了 看来也是没什么隐瞒了 莫不快 我知道你的用意 但是官场也好 江湖也好 人生在世 不学理无以利 心直口快的真性情 不能成为你伤害别人的理由 未必利用的小计策 也算不得正派所为 何况你现在是个捕快 你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了整个开封府 我希望你以后 可以注意自己的言行 这捕快能破案不就行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已经确定 用暗器的那个青袍人 就是凶手了 可以把我五哥 从牢里放出来了吧 莫不快 此件事在大街上 那又怎么样 你偷跑出来查案 已经是坏了规矩 现在又在大街上 当众讨论案情 已经是犯了大忌 接下来你不许查案了 回去好好抄写你的牙龟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怎么查案子呀 我现在发现了 你就是个胆小鬼 把这牙龟挂在嘴边上 不守规矩 一味逞强 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这 我害谁了 你把话说清楚 展大人 抄五遍行了吧 抄五遍牙龟 还要扫院子 真是 看他那神奇的样子 衫 斩 我的力 完全心有狂 有一药 偷野 也 finde 哪一药 他 也不耐 莫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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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不要走 我不走 不要走 莫不快 莫不快 醒了醒了 没事了啊 失房 展大人 你们爸也得尽人情啊 怎么让带你家姑娘去失房呢 难怪吓成这样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 不就是个尸体吗 至于吓成这样 活如下没了 莫姑娘 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 还是小时候 我没有 没有 好了好了 过去了啊 喝点绝冰汤 气血活了 什么都不怕了 谢谢薇薇姐 这一碗也不够 我再给你盛一碗去啊 嗯 好些了吗 嗯 这军冰汤还挺好喝的 你要不要尝尝 不必了 这个是嫂夫人从尸体上搜出来的 你闻闻跟香房的味道 是不是一样的 嗯 从绣工上来看 应该是一个新手 这颜色和图案 应该是出自一个少女的手 我记得百宝镇有一个女儿 从年龄上来说的话 应该是她女儿绣的 她到死的时候都把她戴在身上 说明这个百宝镇 应该是放不下她女儿 刚刚我已经查证过了 尸体上的伤口 和暗器的印记完全吻合 那就确定了我的推断啊 可是这是谁干的呀 这个暗器 你之前见过吗 我们可以从这个暗器入手呀 大内 大内 这位扫地的 开封府的捕快 这位扫地的开封府捕快 说得非常 这无子楚不就大内的吗 难不成她也是我们怀疑的对象 我看你这语气应该是好得差不多了 既然这样 继续把牙柜抄了吧 你这人怎么过河拆桥啊 说遍脸就遍脸 哥 快起来 小七 你 你干什么呀你 嘘 带你出去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凶手可能来自大内 今天啊大内侍卫都来开封府要人了 你要是待在里面 小明就难保了 我 那你偷偷救了我 你怎么办啊 跟你一起走啊 你不能跟我一起走 为什么 你 你情宫太煞 我带不了你 不对啊 这钥匙怎么打不开啊 小七 你听哥一句话好不好 不要再让哥担心了 快点回树中吧 行不行 那先救你出去再说 都跟你说了八百遍了 这么痛能痛开吗你啊 那你来 去去去 这位姑娘 我劝你还是不要插手此事 听你哥的话 哪儿来的 回哪儿去 我没有猜错 你就是诬陷我哥的那个人 现在还想把我哥带走杀人灭口 姑娘 如果你再无理取闹的话 我只能将你一起带回新宫 你来啊 你来啊 小姑娘 小姑娘 你别啊 这可不行 放开 你别去啊 这 怎么还动刀子 好生热闹啊 是这位姑娘惹事在先 把刀放下 张老弟 张老弟 是这位姑娘三番两次妨碍我公务 我只能将她带回刑部 你就别管了 免得伤了咱俩的和气 今天只要我在 开丰府的人 一个都别想带走 张老弟 你真的要这样吗 你可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 怎能随随便便跟我动手 展昭只是在例行公务 若是伤到了吴大人 那就对不住了 上一次 展老弟 展老弟 武功又精进了不少 告辞 这就走了 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赶紧说出真相 我一天能被你气死我的 行 你不说是吧 等我去姑苏找到真掌门 你看 莫不快 去哪儿啊 哥 你 出去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再踏进这里一步 展大人 小七年纪小不懂事 你别怪他 如果包大人要怪罪的话 都怪我头上 我自有分寸 李许 你到底在给谁卖命 当然是谁给的钱多 我就听谁的呗 展大人 您出来了 我等您好久了 领牌拿来 凭什么 凭什么 这么晚去大牢做什么 我去见我哥啊 领牌 不给 我哥还在里面呢 我不走 想留你就留着吧 总之我主意已定 留不留都一样 是 展大人 是我错了 是我无视法度 不守规矩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男女受受不欺 你这么拉着我的衣服 成何体统 松手 放开 我真的知道错了 展某一向不许私情 我这么做 是为了查案 我哥见到吴自楚的时候 根本没有慌张 他认罪 也是因为知道有人来救他 吴自楚想要保他 轻炮人想要陷害他 他们俩背后完全是两股势力啊 你快看 乌鸦在传递信息 他们会去找账本的 我跟我五哥说 真账本的去向 完全是为了引出幕后主使 你明白吗 松手 放开 你 展大人 展大人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可以做到更好 我真的可以做得更好 好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从今以后 所有的事情必须听我的 好 我都听你的 账本的事 你不许再插手 还有吗 好 不行 开封府办案这么不靠谱 这一次 一定要我先拿到真账本 这样 我就真的有筹码 和开封府谈判了 我 帮我 你不许多 你不许多 蝶蝶舞偏見 你的笑盛開了蘇月 我眼戀 雨綿延 微風揚弦染心之間 願拿彼此 畢生體貼來成全 如果你愛著 就不要愛過無離別 就算不夜天 千里路再遠 咫尺間 歲月把故事 將書給秋葉 一如從前 神情融化 胸口的錢 塵滿甘願 如果你愛著 就不要愛過無離別 就算不夜天 千里路再遠 咫尺間 歲月把故事 將書給秋葉 一如從前 神情融化 胸口的錢 塵滿甘願 風筷